陆军某旅开展夜间实战化对抗演练 侦察无人机起飞实施高空侦察 侦察分队快速行动 4月15日夜 闽南某演训场 战炮猎震 万籁聚集 对目标实施侦察 随着一声令下 陆军某旅侦察分队迅速出动 一场夜间实战化对抗演练拉开战幕 夜空中 某行侦察无人机呼啸起飞 展开空中侦察 与此同时 侦察车快速机动至预定地域 车内操作手密切协同操作 敌目标在屏幕上逐渐显现 突然 因受强电磁干扰 屏幕上影像消失 侦察分队随即按照预案 分组前出实施抵径侦察 丛林深处 第一小组依托有力地形 运用某形手持红外观测仪实施侦察 第二小组前进时遭遇地形障碍 操作手立即操控小型侦察无人机 对目标进行影像捕获和精准定位 很快 一组组数据通过指挥链路传至炮兵分队 射击阵地上 官兵快速计算参数 装定诸援 空 随着射击命令下达 战炮幕后 敌阵地遭到火力覆盖 夜色如墨 战场态势不断发生变化 突然 观察所报告发现敌重要目标企图转移 指挥所迅疾命令 特种打击分队采用某型特种炮弹 实施精准打击 在激光指示手照射引导下 炮弹出膛 直扑目标 晨光微露 硝烟散去 在连续五个多小时的对抗演练中 官兵默契配合 采取灵活战术完成多项任务 在复杂环境下锤炼了战斗本领